说一下车股 怎么也要跟进一下 首先说中资车股 因为近期大家都在炒 就是我们好像在全锦会的补贴 就是汽车下乡的政策应该很快会出台 有补贴范围多少 丙迪也有人想问的 观众问说1211 225元有一手 可不可以成功 其实我自己这样说 首先你那个位置是不靓的 我自己会看 其实这段时间 甚至Irene问今天有什么股份 可能会特别太好 其实比亚迪是其中一只 比亚迪是其中一只 就不只是这两天的想法 其实上个礼拜 出了上海的时间表 其实我已经觉得 这一间车行应该是可以看多一点的 这间车期 原因其实它中了标的物 标的物就是刚才我说的 那几样东西了 如果Retail Sales开始做回 零售那边做得好一点 经济是好 其实它应该是受为标的物之一 第二的 大家去看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看疫情工厂的情况 就是看究竟复工率 虽然上海未必完全跟它好关系 但是总之都是一个标的物 所以再加上它第三就是它是新能源车的标的物 那变成了其实我们这场觉得最高直博率都是它的 OK 所以其实如果之后有任何关于中资股的车企呢 我可以先回答就是这一只是首选的了 就是其他不用管了 就是什么小孩的未来 尤其是现在传着的补贴 其实你更加不用想到未来的那些 因为人家在说15万以下 传着他们的车都没那么便宜 所以不关他们的事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选择这只股份已经选择得好了 就是这位家庭观众 但是那个就是这几天的这个想法 你说在操作上面我自己看就是其实比亚迪 由今年的1、2月开始到现在 你当成了一个投奖底 其实这三天就是突破了一个投奖底的 那我自己会看那个颈线位可能看得近一点 你都可以看着大概246元附近 是的 就是我未必会这个位去股顶 因为难得找到一只 现在是大家市场的标的物 那你看一下究竟如果他要做后抽的 究竟246元收不收到 总之暂时hold住 再看看他可以去到多少 那怎么都要问Tesla 我想大家都最近见到威露 那么高位插下来 可能你核心持仓都开始 那个信心都是不是有动摇呢 那么我想你我没动摇 那么观众 Jillian 他都想问他说 看到他Tesla 其实他都有加注的 穿1988的时候 他都有加注 那么他现在平均的成本 就是823了 究竟Tesla会不会再跟美股插呢 究竟是要不要越跌越买呢 他说他就长线投资看好 但是现在都开始 就是究竟不太清楚 买入价有没有偏离到股值了 那么我要Andy分析一下Tesla OK 我先讲一个比较 曾经有另外一个anchor 很想不到的一个答法 我说短期 因为我自己觉得短期 有机会出现东升西降的情况 所以这段时间 可能很短的时间 是比亚迪会拍完Tesla的 东升西降 但是这个就是 我这么说 在车企上 Tesla本应都会受为上海的情景 但是因为它复工的时间 速度是比起市场慢一点 那当然有一点点拖累 但是我想说Tesla 就现在始终受着另外的因素比较多 但是刚才好像家庭观众问到的 究竟会不会继续被美股拖累呢 其实这个很正常是会的 因为始终它们这些都是大cap 就是Apple、Microsoft、Tesla 这些都是大cap 那变成了指数 如果要被人推下去 那些大户要推下去 大cap也会一起移动的 但是如果见底一上那一下 又是这些照片先的